原本位于深坑老街上的深坑分住所 从日据时期就使用到现在 由于空间不足管线老旧 因此在后方空地将新建一座综合大楼 结合了深坑护震事务所 以及深坑市民活动中心 28号的上午举行了供购工程开工动土典礼 由市长朱立伦亲自主持 期盼这座综合大楼完工之后 能够提供更便敏的服务 镇尔玉龙的锣鼓声为深坑分住所 护震事务所以及市民活动中心 共购工程开工典礼带来了热闹气氛 紧接着祥师献瑞则是送上了象征好运的凤梨 祝福工程能顺利圆满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在典礼致辞中表示 深坑拥有极佳的观光资源 配合着老街影视风格 新建的共购大楼也有着古仆外貌 相信未来能提供更优质的在地服务 在地的服务以外 还加上观光客 我们这个分住所 还有护震事务所 还有市民活动中心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这个老街新建 当然要能够结合整个老街的景观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图像已经出来 我们希望今天动土之后 能够尽快的顺利的完工启用 新北市警察局局长胡沐原指出 原本的分住所从日据时期使用至今 空间不足及管线老旧不服使用 且已经被列为历史建物 因此将原地保留 并于后方空地新建一栋地下一层 地上六层的综合性大楼 届时一到三楼作为分住所使用 四楼为护震事务所 五六楼则作为市民活动中心 原地保留原来的历史建筑 那在旁边的空地 新建新的现代化的建筑物 那结合包括护震事务所 包括这个里的活动中心 这个市民活动中心都整个规划进来 将来是一个综合性的大楼 那在拍手一到三楼 那四楼是护震事务所 那五楼六楼是这个市民活动中心 随后由市长朱立伦亲自主持 率领各单位及贵宾焚香祝导 祈求开工大吉 这项工程总经费约8400万元 总楼地板面积为2745平方公尺 工期为400个日立天 预计明年就可以完工 记者杨榜友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